之前万事通只是知道新加坡的二房东很多 但是还真没见过像小林、华明这么胆大的 竟然租了十几套房子拿来出租 还拉着家人一块开公司做二房东的 这可真是被眼前的利益给蒙蔽了双眼啊 现在可好了 被罚了142万直接给判进去了 这还是新加坡历史上罚款最高的一回 走投无路做二房东 一年净赚76.8万 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林在2018年时被公司裁员后 就再也没找到过工作 身上还背了不少的负债 每个月还必须要支付7000赡养费 抚养两个孩子 承担母亲住养老院的费用 正是在多重原因的层层重压下 小林决定铤而走险 在被裁员那年的二月份开始做短期租房生意 为了掩人耳目 被告还会为租户提供接送服务 将租户带到私宅的停车场 再入住 在2018年2月份到2019年的10月份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小林通过这个方法做短期租房的生意 赚了146.66万 扣除掉70.15万的租金 以及其他杂费 她能够获得76.8万的净利润 小林这生意可真是一本万利啊 所以她开始琢磨拉人入伙 不满足单干开公司 拉朋友 亲人入伙 借母亲名义 租房做二房东 2018年底时 被告已经赚了不少 但是她不满足于自己单干 开始寻思着扩大规模 所以在2019年年初时 被告注册了一家公司 还拉来了两个名下有公司的朋友 一同跟她做二房东生意 违法生意是越做越大 她又开始拉着自己的哥哥姐姐做这个生意 还借着自己是失智老母亲永久授权书的指定代理人 利用老母亲的名义租房 办事 她为了能在短时间内租到更多的房子 扩大二房东业务 还利用朋友 家人 以及公司的名义 不断地跟不同的屋主租下私宅 同时还弄了很多的电话号 用来跟屋主 以及中介取得联系 在顺利拿到租约后 通过不同的名字和电邮地址 在各大短期租房平台上打广告 将私宅转租给本地或者外来人 出租时段不定 入伙她公司的人除了会帮她租房外 还会帮她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比如前面提到的接送租户 以及清理屋子 就连她的女佣也参与其中 被派到不同的私宅中进行检查 以及添加洗漱用品 她的转租做得实在太频繁了 即便是足够谨慎 私宅的邻居和管理层还是有所察觉 他们发现小林租下的房子里的住户 更换太过频繁 于是通知了被小林租下房子的屋主 您的房子可能被人用来短期转租了 53岁的小林最终因此落网 被控19项触犯规划法令的控状 这些控状指她非法短期转租 19个私宅单位 最终控方以11项控状作为提控 法官在她认罪后 判她罚款142万8000元 或以142星期的刑期取代 新加坡二房东猖獗 1月收9万房租 除了靠当二房东开上公司的小林外 在新加坡这种靠转租他人房子 赚钱的二房东还有很多 1、二房东小王租了五套三房式私宅 一张铺一个月租600 一个房间里住8个人 客厅被做成了三个隔间 一个隔间租金1300 每个里面都住着一对夫妇 每个月收租就能收到9万 2、二房东小软是个非常豪赌的赌徒 为了促钱赌博 他选择将自己租的房子 转租给不同的人当二房东 租给了50个人 并且都是收押一副一租金 拿到了10万的租金后 他还骗租户投资 用租户的名义借大耳聋 最终不知因何原因 他自杀了 苦主们也无从追债 3、二房东小赵 做的是电单车技工 租了一套祖屋 但是公司还能跟房租持平 攒不下钱来 于是他联合同乡一块租房 慢慢的他就开始做起了二房东 将房子租给了13个人 最终东窗事发 留学生当二房东 将公寓租给18人后离境 就在今年上个月 又一个二房东败露了 最开始房产经纪人发现 租户一个月没有交房租 发觉有问题 于是 陪同让作为公寓业主的小菜夫妇 去查看房子的情况 打开房门后 发现原本租给了5名留学生的房子 生生住进了18个人 客厅和卧室的每一个可用空间 都堆满了床垫 厨房和地板脏的要命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 这令他们大吃一惊 业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再三确认之后 来到的确实是自己的房子 而聚在住的住户说 他们把租金付给了原来的租户 原租户由于某种原因 早已经离开了新加坡 他们以为原来的租户帮他们登记过了 自认为在这套公寓里居住是合法的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房东立即报了警 随后警察上门检查时 竟然发现 部分人的旅行签证早已经过期了 真的是被坑惨了呀 此前还有一个被中国某知名企业 外派到新加坡的员工 拿着高薪当起了二房东 结果当然是被人给举报了 这可真是把从他手里 把房子租过来的人可是被坑惨了 在新加坡租房 这些法条一定要知道 在新加坡租房是常事 但是这些与租房相关的相关法律 你一定要知道 房子在不经意间犯了法 依新加坡市建局规定 屋主和租户不能把私宅 租给超过六个无亲属关系的租户 二新加坡不允许短租 租期不能少于三个月 三屋主及租客 不能擅自将私宅改造成宿舍 也是我们俗称的租载屋 最高可面临高达二十万新 折合人民币一百万的罚款 或坐牢最长两年或两者兼施 做个守法人真的太重要了 为了那点利益将自己赔进去 真的没必要